大家好 今天给大家一起探讨一下 儿童体制能的话题 那么最近很多家长 在关注孩子的身体健康问题 那么我们今天想给大家介绍一下 体能训练对孩子的重要性 无论是我们的家长 希望孩子想接触什么样的运动项目 学习什么样的运动锻炼方式 那么其一我们一定要注意到 孩子的身体能力 体能训练是他们的基础 所以说我们要打好它的基础 具备了良好的运动能力 它才能更好地学习运动技巧 那么我们具体讲 是不是体能训练呢 体能训练其实就相当于 盖房子一样 它是所有运动项目的基础 那么我们只有说 具备了良好的运动能力 才能更好地去学习和锻炼运动项目 比如说我们在 无论是球类的训练项目 还是对抗性的训练项目 必须要有的力量 速度 反应能力 协调性 灵敏性等等 还有一些平衡控制的能力 我们只有具备了 自己运动能力 才能更好地去完成 我们的运动技巧和运动技巧的动作 那么我们在接下来就讲的是 儿童运动训练 体能训练对的重要性 其实我们在讲儿童训练的时候 我们大部分时间 是在关注他的肢体运动 实际上儿童通过良好的 肢体运动训练 可以更好地塑造和锻炼 他的心理以及性格的完善 那么我们在这个训练的过程当中 通过不断地克服他的运动项目 不断地克服他的运动障碍 然后逐渐地提高他的自信心 在自信心增强的过程当中 孩子们会更好地找到他的存在感 提高他的竞争意识 这样孩子在遇到困难的时候 就不会这么地退缩 害怕 那么我们都知道 儿童是一个特殊的群体 儿童训练也需要一些特殊的方法 比如说孩子的关注专注力 他不可能像成人一样的这么完善 所以在这个训练过程当中 我们要是采取持久性的训练 或者是单一的训练项目 可能对孩子来说是一种负担 而且没有乐趣 所以我们在训练过程当中 一定想尽一切办法 让孩子找到乐趣 这样他在学习的过程当中 会提高他的兴趣 而且能提高他的学习力 然后我们在这个训练过程当中 尽量地给孩子安排的训练方式 以间歇性的或者循环性的 多变的形式 来让孩子们更好的投入训练当中 那么我们如果说 对儿童进行运动数字的训练 应该从哪方面招手 首先我们应该明白 运动数字的开发 主要包含下边四个方面 第一个是基础动作模式 第二个是平衡控制能力 第三个是旋转功能 第四个是位置移动 那么我们从头来说 对儿童最重要的部分 也就是说我们排在第一位的 基础动作模式 如果说我们的基础动作模式 做得不正确 那在这个前提下 我们给孩子做的任何训练 都是会对孩子带来伤害和损伤 那么基础动作模式 是孩子学会发力 学会基础动作的 基本路线的一个正确的 基础训练 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 我们会让孩子找到一个 基本的路线 基本的发力 如果说把这一部分做好 接下来的控制旋转 以及位置移动能力 都会得到更好的开发和提高 两个脚举肩同宽 对 收腹挺胸 我们现在呢 做基础动作模式的 蹲的训练 然后呢 我们两个手 举高 听我口令慢慢下蹲 来 一 二 三 起立 来 继续做 一 二 三 起立 然后把腰挺直 来 一 二 三 起立 对 一 二 三 起立 对 把腰挺直往后做 一 二 三 起立 好 放松 OK 我们这个呢 是基础动作模式 蹲的训练动 但是呢 我们针对孩子的训练呢 我们要更多的乐趣 所以说呢 在这个蹲的过程当中呢 可能比较枯燥 然后我们为了增加孩子的乐趣 蹲完之后 接着我们会做一个 双脚跳台阶的训练 这个呢 可以提高孩子的爆发力 然后呢 给孩子更多的训练乐趣 好 来 我们准备好 在这个平后木跟前站好 来 双脚起跳 一拜 开始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OK 原地站好 放松 拍个手 好 我们现在练的是第二个 技术动作模式 推的动作 那么今天呢 给你们练习的 推的动作呢 只有两个 我们先不多练 那首先一个呢 是亚铃的肩上推 握好亚铃 手举高 放在肩上 然后慢慢地向上推 收腹 挺胸 慢慢地下放 不用太低 齐肩 来 再往上推 再下放 对 继续做 上推 对 两个手往里收 下放 上推 下放 好 每人再做四个 好吧 然后我们家长 如果在家里边没有哑铃 可以采取用一些小的 宽生水瓶 让孩子拿在手里边 做这种训练 这个站姿的亚铃推呢 可以很好地提高 它的上肢力量 包括它的核心力量 OK 小朋友 累了 放下 OK 刚才这个肩上推的动作呢 如果说我们家长 带着孩子在家里做 那么首先我看一下 孩子的年龄 基本上呢 就是说12岁以下的小朋友呢 我们不建议他负重 太重 那么就是说 有一个小亚铃 就像我们成年人用的 宽生水瓶呢 一半的重量 但相对来说 他手里有一个感觉 主要是呢 有一个目标 去做这个动作的路线 然后对孩子的训练呢 其实我们是建议在 他的自身体重范围之内 不在 就是不建议他 就是超出特别大的这个重量 这样对孩子的生长发育 有一定的帮助和好处 这个动作呢 我们建议呢 在家里做的时候呢 两到三组 每一组呢 四到六 对孩子来说 我们不建议做的特别多 每一次呢 就是每一次的动作 要做的标准就OK了 我们下边再做一个 推的训练动作 这个训练动作呢 其实我们在家里边 也是可以做的 我们现在呢 先用一个箱体 来做这个桂姿的 箱体俯卧撑 来 小朋友 给我 看我做 桂姿以后 双手扶着箱 然后身体去臂 慢慢靠近 推起 做的时候呢 一定记住 两个走尖 向后加紧 去臂 推起 胸部 大概离箱体 有一到两指的距离 就推起来 OK吗 来 你哪在这 背脚在这 好 跪下 对 两个手扶着边 来 两个手收紧一点 对 来 慢慢地去臂 往下 放 对 走关键往后推 推起来 对 再来一个 放 推起来 三个 推起来 再来一个 OK 起立 好 把手抖一抖 放松一下 那么如果说我们家长 带着孩子在家里 做这个 没有箱体 或者是可以呢 用一些凳子啊 或者是扶墙 都可以作为代替 那么这个动作呢 相对来说 对孩子的 这个 难度比较高一些 所以说呢 我们希望在做的时候呢 次数不要太多 每组四个 我们建议也是 两到三组 OK 那我们现在呢 带着小朋友一起练呢 是核心力量的训练 那么核心接受群的功能 开发呢 它包含了 三个方面 第一个呢 就是核心的稳定性 核心的力量 核心的爆发力 那么首先呢 我们先介绍两个 核心稳定性的训练 那首先一个小朋友 跟我一起 站好 出 拿好 把它伸出来 两个脚不动 跟着我一起转动 一 回来 转动 回来 对 回来 两脚不动 继续做 来 二 回来 对 腹部收紧 三 回来 好 放下 在家里边的 如果说家长带着孩子训练这个动作 如果有球 就抱着小球 如果没有球 可以用一个小的宽线水瓶 或者是枕头 只要它手里边有一个东西 抓住 然后呢 让它有一个目标感 然后主要是让它体会 在旋转过程当中 腰腹肌的收缩和伸展 这方面的训练就 效果就可以达到了